我們是CRW Edwin這次問了一個好朋友 借了一支WA2000 來講一講這支非常罕有的槍 我先講一些真槍資料 真槍是Volta設計 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這支槍是當時的製作時 為何有這支槍呢? 當時莫尼克1972年 有個奧運會 恐怖分子協持了人質 之後軍警要求 德國不同的槍廠 提供一支新世代的Sliper Rifle 當年這支和PSG1 一起角逐這個 軍警的Sliper Rifle的比賽 將它們兩支放在一起 你就馬上看到 WA2000的熟牛式 即是Blue Park設計 和PSG1的分別 總長度呢 WA是優勝一點的 大家以這個Chamber的位置來計算 你看到其實他們 Barrel是一樣長的 但實際上 阿差一點就是PSG1 當年這支槍 由1982年到1988年 11月停產時 只是製造了176支 是非常少和罕有的 它是拿了世界上最貴的 一支Fire Arms的名譽 當年 當年大概是80年代 九千元美金 到一萬二千八元美金 一支 今時今日你要買到 Gen1便便宜一點 Gen2便便宜到八萬元美金 有兩代的 第二代的 兩代不同的分別 真槍有三種口徑 這支氣槍 1.300 Winchester 也有正常 這支氣槍7.62x51mm 還有瑞士軍隊 7.5x55mm 拆開了這個火帽 之後 也看到另一個火帽 在裏面套出來 兩個都屬於Gen1火帽 真槍其實 只是有少部份警察用過 它從來都沒有選拔 進入軍隊的世界當中 由於不適合的 不夠的 這個他們叫的 TUF 或者Rigidless 真槍重量方面 就是6.95kg 如果加上子彈 就7.35kg 好,那來到 講回這支氣槍 我們一邊示範一邊 就講歷史 這支是台灣Best Gun 是出產的 在台灣製造 人手裝嵌 非常罕有 和真槍一樣 這支當年的槍架 都要8000-9000元 港銀 一槍兩夾 每隻夾放12個 12回合的BB 待會進入彈夾 給大家看看 全人手製作 由於木 都是其中一個賣點之一 你看到Close-up Stippling 那些孔 全部是逐個逐個找人手 點進去的 這塊木 都是找人手製作的 身體 用了鱗酸鹽的處理 總重量這支槍 未計到 Scope 8kg 還坐真槍 出廠的時候 0.9-1.1g 8熱彈弓 只有1.0g 這支槍架 現在我們在領著 這支槍架架 就會看到 管子慢慢向前移動 一邊領著 就會鬆開 管子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在 本來這裡有一個螺絲 我們已經把它拔掉 拔掉之後 就可以鬆開 這支槍架架 就可以看到 這支槍架架的結構 是怎樣移動出來 我想我們 都是世上第一個 YouTube Review 這支槍架架 還是用廣東話었습니다 看到arnya 是穿很久 這樣就可以思考 這支槍架架架除中 他幫助藍色 Horno 甲架架架 此一支槍架架架sex 非常精品 比高7.62 mm 我們經常看到 5.1mm 裂彈 更大 Geneva Winchester 358 它有彈弓, 彈頭可以縮進去 其實它都可以放在彈夾上, 把鎖匙扣尾後 拔了條管出來 Hop Up膠是舊世代Talaka的系統 下點就是這裏 舊世代是早期的98k或M78年代 拆了出來後就是這樣 所以都很仿真的 一個Replica氣槍 講一講, 真槍其實這支槍是Semi-Auto 所以有Bolt Lock和Bolt Release 氣槍其實拉一打一都不需要 可以示範一下, Release 出來 好, 麻煩再套一支管進去 講一講舊歷史, 最早期推出的是 Asahi 一個已經不再存在的舊槍廠 老一輩槍迷都會記得這個牌子 它推出了很多支經典的槍 那時候推出了300把的時候 就突然收到信 原來Volta推出信 讓它們不讓它們再製作 之後呢, 我記得2000年 2003年左右 AROS也推出過 不過不是全大尺寸的 就比真鐵長 最後見解就是這支Best Gun 推出這支WA2000 題外話, 近來也有很多客人 找這支槍 為什麼呢? 有個遊戲叫少女前線 裡面有個角色 都會使用這支WA2000 你看到頂部有幾顆螺絲 這顆拆開後 然後再按上去 調整Hop Up也是這個位置 調整Hop Up 這顆螺絲也挺好設計 為什麼呢? 表面是一顆螺絲 實際上也是一個Hop Up的下點 你看到中間的軸 其實是壓下去的 你看到中間其實拍不到 有個六角視這樣 向下壓下去 就是靠這個 設定Hop Up 所以不拆這顆螺絲 它是吃住了剛才的凹位 拆不住窗管 好, 現在麻煩你示範一下 如何入彈 我覺得這個設計 都非常有心 它的子彈頭可以縮進去之後 就可以藏在BB彈的上彈嘴後面 就是BB彈的上彈嘴 這樣拍就很像真 這顆就拆不出來 所以你看到入到BB彈的距離 如果入了兩顆Dummy彈 就等於這個狀態 好, 現在示範一下入甲 好, 也有一個滅聲器版本 也示範了 非常難得看到這支槍 當然要拆了剛才 好像汽水罐的火毛 現在就把滅聲器放進去 現在就放進去 順帶提到腳架 這是Gen 1的外型 Gen 2外型 也有點像是Valmas 腳架 而Gen 2真槍在這支板上 在不同腳架前後 Gen 1這支就不可 我們安裝到BB彈的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示範一下射擊 上彈甲 撈槍 試射 再來 好,這次完成了這支經典器槍 WA-2000的評論 最後與PSG-1 同一個世代出世的外型的槍 一起留個合照